大家好 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节课程当中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关于数据库模型的一些设计方法 那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将继续去给大家讲解 关于Jungle里面的Module的设计和使用 以及如何在Jungle当中配置MySeq数据库 因为我们Jungle在生成项目的时候 默认是用的SeqLED的数据库 那我们需要把它换成是MySeq的一个配置 那Module设计好之后呢 我们如何用这个Module去生成数据库和管理数据库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去给大家讲解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了关于博客系统里面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数据模型 对吧 然后这些课当中呢 我们将会用到这些数据库模型 去设计我们Jungle里面的一些Module 我这里选一些模型来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OK 那在我们的Jungle里面的话呢 我们找到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去找到 对应的APP下面的Module 我们这个Module的文件 那在这里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Module的设计 比如说我这地方去给标签 就是Tag呢 做一个Module 好 Class 那我们的Module也是一个类 对吧 也是一个类 Tag 然后呢 Module 对 Module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Tag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有一个Lame 有一个ID ID是一个组件 好 我们在Jungle里面的Module 你不用去管它的组件 组件的话呢 是Jungle的Module 它会自动去维护生成的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Lame 那我们的这个Lame呢 是一个字符的类型 Carfed 好 然后呢 它的一个长度是30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的话呢 就是标签名称 好 这个Module呢 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名字 对吧 只有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class meta 好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背注 当然这个写上去之后 是为了方便 我们到时候在那个Admin里面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标签的中文名 我给它配置好 OK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 需不需要一些其他的属性 先暂时不需要 然后我再给它一个 unicode的方法 一般来说 我们的每一个Module 最好都会有一个呢 unicode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是返回它自身的一些属性 那我这个地方呢 以它的ID 跳到哪里去 在这里 save 就是以它的ID 或者是以它的name 比如说我以name 去做一个返回 当然这个的话呢 我们给它设定这个之后的一个好处 就是到时候我们在Admin后台去调用它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出我们调用 比如说某一个tag对象的时候 它会默认返回我的这个 比如说tag的名字 当然你如果是给ID的话呢 它就会返回ID号 当然要注意的话 它这个地方返回 必须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 但你如果是要返回ID的话呢 你就需要给它做一个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比如说是像这个样子 我调用它的这个来做一个转换 OK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用name就OK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创建一个module 比如说class category 好 我们创建文章的分类的这个module 对吧 好 那我们同样呢 也要去想一想 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字段 对吧 有一个name 这个name的话呢 和这个是一样的 长度都是一样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叫分类名称 好 然后呢 index 排序 对吧 这个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显示顺序 是一个数字类型的 integgfet 好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名字 好 分类的排序 好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好 同样呢 也可以给它 把这些东西呢 复制下来 好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类的名字 是叫做分类了 不是叫标签了 对吧 好 OK 那这两个哈 写上去之后 我们在admin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这些名字都是在admin里面会有一个体现 所以我们最好都把它 这些一些东西 我们最好都把它写上 当然 我们的这个排序的话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deft的约束 就默认是多少 比如说999 好 如果是你这个字段呢 比如说内容是不能唯空的 那你就不写 如果是可以唯空呢 你就可以写上去 那就类似于这样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 对应的这些module 都把它写上去 都把它写上去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不一一去写 好 我这个地方呢 去做一个拷贝哈 为了节省时间 把这个分类 好 注释写一下 好 我从我的这个记事本里面呢 去把它的一些东西考过来 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些讲解 好 首先呢 我考的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用户 用户模型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是采用的是一个 继承的方式 继承的方式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 那 注意一下我这个user和这个tag和这个category 这些 其实是不一样的 继承的类型不一样 我是直接从一个叫做 Abstract user的一个抽象类继承过来的 那这个抽象类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将个里面 它自身拥有的一个类 那这个抽象类的话呢 它帮我们创建了一些基本的用户信息 对不对 好 基本的用户信息 所以我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呢 我要说明一下 我这个是采用的继承方式扩展 用户信息 因为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 那我们间隔的这个系统的话 它其实是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它帮你封装了一些用户分组和全线的一些管理机制在里面 那如果我用它的继承方式去扩展用户信息的话 那我也能去把它的全线和分组的这些信息给继承过来 相反的话 你如果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当然说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去达成一些效果 但是那些方式的话呢 它不能完全去继承 间隔里面原有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 采用继承的方式扩展用户信息 那就是这个是我们采用的 本系统采用 然后还有一些扩展 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用关联的方式 去扩展用户信息 关联的方式去扩展用户信息 就说我创建一个module 然后和间隔已有的这个用户模型呢 去做一个比如说one to one的一个关联 对吧 一对一的一个关联 那这种关联的话呢 也有它的一些弊端 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这两种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 当然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是用的一个继承的方式 去扩展的这个用户信息 因为在我们的用户模型里面呢 用到了头像QQ和mobile 这些信息的话呢 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 间隔里面提供的用户对象里面 它是没有的 所以我通过这种方式去 把用户信息扩展出来 然后我们的头像是用到一个 ImageFed 就是一个图片类型的一个字段 对吧 然后给它设置了一个上传路径 以及它的默认图片是什么 对吧 OK 那这个QQ和mobile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要去特别强调 当然这个地方设置了它可以为空 对不对 就是可以 可以为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mobile还设置了一个 unique的一个约束 对吧 unique的一个约束 那它不能够重复 就是同一个号码呢 在我这个系统里面 它是不允许重复的 OK 好 这是关于user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model 我这个地方就挨着拷过来了 拷过来了 当然大家可以 可以一边看一边想 如果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到时候可以给我留言 好 这个地方 我都把我要用到的一些model 拷贝过来 有用户标签分类对吧 以及我们的文章 文章的这个模型 文章的这个模型 好 然后呢 但是这个category的话呢 它是没有找到的 这个名字有一点问题 好 那现在找到了 好 然后评论的模型 有些连接的模型 对吧 广告的模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那这个模型 那我们就把它加入进来了 但是要注意哈 除了我刚才讲的 注意这个模型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的一些关联关系 比如说 我的文章 其实是关联到用户 和这个文章分类 对吧 还有呢 标签 这些模型的 然后它的这个主外键关系 Foreign key 然后文章类型和文章也是一个 一对多的一个关系 对吧 Foreign key 然后标签呢 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对吧 OK 那大家都知道 标签如果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的话呢 那它在映射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就会有一个关系表的存在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 之前的这个model里面 模型图里面 那其实是有一个 关联模型的存在的 对不对 它把我们的文章和标签 做了一个关联 然后关联的关系是存在 单独的一个第三方的表里面的 这个大家可以 待会自己生成数据库之后 自己也可以去查看一下 好 那这样我的模型设计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现在呢 要去更改一下 我的这个数据库的配置 在我们的setting文件里面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setting文件里面 默认它是用的siclet的数据库 我们现在要把它换成mysiclet的 那跟着我换一下 然后呢 我们的数据库名字 比如说叫博客DB 好 我们的数据库的user 对吧 用户是什么 那我这个地方呢 假设是root 好 但是呢 root这个账号 好你在自己开发或者是测试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在生产环境里面呢 千万不要用root去做 好 这个地方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会有安全的问题 然后呢password 对吧 密码 给个密码 然后呢 还有两个参数 还有两个参数host 你可以不设 因为我们的本地的代码的话呢 你可以不用管它 它会有一个默认的 127.0.1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好 我们继续哈 那是刚才说到host host 这个主机的这个地址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不配 不配的话 它默认就是127.0.0.1 或者是nockhost 好呀 这个端口的话呢 默认是3306 你如果是不写也可以 它不写的话呢 就默认是这两个 好 我们把它 这样配置改过来之后 改成MySQL之后 然后呢 好 我们的这个SQLite的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 这个就不用了 好 我们要用MySQL的数据库 好 然后呢 到我们的MySQL的这个管理工具里面 或者是你是在MySQL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命令行的工具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进入我的MySQL数据库 好 进入到MySQL数据库之后的话呢 那我可以去查看一下 show database 好 查看一下数据库 我其实是已经有一个那个blockDB的这个数据库了 好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你们自己去手动创一下 create database 好 然后呢 blockDB 好 这样去进行创建 好 回车就可以进行创建 好 或者呢 你可以通过一些管理工具 比如说 我还是比较推荐于用那个Levelcat的管理工具 那你用它呢 去管理你的数据库 好 这些工具我到时候都会给大家提供出来 大家可以去进行下载 好 可以看到我这个数据库已经有了 因为我之前在写交案的时候呢 已经创建过这个数据库 那我可以把它删掉 好 删掉之后 那我再重新创建一次这个数据库 好 重新创建一个这个数据库 那block blockDB 好 然后呢 编码 我们选择UTF8的编码 ok 好 选择好之后呢 进行一个保存 那保存之后呢 这个时候数据库是空的一个数据库了 对不对 刷新也没有东西出来 好 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好 我们模型的设计其实就ok了 ok了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对不对 还没有去生成出来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 命令去生成一下数据库 好 我们可以用这个manager.py的这个命令 去生成一下 好 我在地方生成报了一个错误 我看一下啊 报了一个错误 是说我的这个字符编码有问题 那应该是在我刚才设计module的时候呢 里面用到了中文 对不对 我们的中文的话呢 在第一行的话 我们最好要加上编码的一个说明 好 我加一个编码的说明 utf-8 好 然后我这样把我的编码说明加上之后 好 我再用我的这个manager.py的命令去执行一下 注意我是调用的这个manager.py的这个命令去执行的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去执行一下 先make migration 这个manager.py的话 他会在相应的这个migration的目录下面 去创建相应的这个脚本文件 就是jungle的一个脚本文件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 你还可以去跟上你的app的名字 你如果是不跟的话呢 他就会对你的这个项目下面 所有的app进行一个migration 会创建所有app都会去创建相应的对应的脚本 那我这个地方比如说给他 我只去编译我的博客的app 好 博客的app的话编译好了之后 出现了一个错误 hello 好 那个错误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 根据他的这个错误原因的话 应该是我在这个地方漏掉了一个步骤 我应该因为我的这个module module已经没有用他原来的就是将隔里面的这个user模型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在他原有的这个将隔user模型里面 其实是已经有一个用户对象的 有一个user对象的 对不对 有一个user对象 这是将隔他自己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默认的用户的module 但是呢 我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了一个改变 做了一个改变 那我需要在setting里面去告诉将隔 我现在用户模型已经变了 所以 好 我们需要加一个配置 自定义 自定义 自定义用户 module 好 我们需要 告诉 减格 我们现在是用的 这个 module 好 用的是哪个module呢 blockapp下面的 是这个block block block app下面的一个叫做 user的 类 对不对 user的类 就指向的是这个 对不对 好 好 我把这个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 好 我再来试一下 好 再来试一下 OK 会看到他帮我们生成了相应的一些 比如说create model的一些脚本 或者是增加之断的一些脚本 好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其实多了一个文件 对吧 你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他记录了我们每一次migration的一个脚本的信息 好 这个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库设计好了之后 好 脚本生成好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syncdb的操作 这个syncdb是在你第一次初始化数据库的时候 用syncdb 那你后面的话呢 其实不用syncdb 用另外一个命令 我待会会给大家说一下 好 我们第一次同步数据库的时候 因为需要默认添加一个超级管理员的账号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用syncdb的这个命令 好 所以他现在在执行 好 执行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因为我们的数据模型比较少 好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 待会在执行完成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表里面呢 会变一些东西 好 我现在呢 先输入我的超级管理员的一些信息 好 我希望创建一个管理员的账号 比如说叫admin 好 然后问我邮箱的地址 admin 假设叫admin.com 好 密码呢 也是admin admin ok 那这样的话我就创建好了我的这个数据库 同步到我的这个里面了 那你可以为了验证一下 你到这个地方刷新看一下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这里面默认帮我们生成了很多的表的信息 那这些表的信息 对吧 你可以对照着我们的这个模型 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层次关系 对不对 好 这里面以博客下方向开头的就是我们自己创建的module 注意一下 你可以对照着去看一下 它是以我们的APP名加我们的这个模型名作为一个名字的命名的方式的 你看我这个user对象 其实到了这里面 它是叫做博客下方向user 对不对 而且我刚才参加了一个账号 admin的一个账号 所以我打开看一下 它是帮我创建了一个默认的管理员账号 对吧 名字叫admin 密码是一个经过加密处理的密码 对不对 ok 所以你会看到一条基础信息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就已经产生了 已经产生了 然后 至于其他的像什么间隔下方线开头的这些表 是间隔自动帮我们生成的 因为这些信息 它会要做一些默认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像session的处理 或者我们刚才的migration的这些操作 好 它也会有一个信息存储的地方进行管理 好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下来去研究一下 好 那数据库生成完了 刚才我说到 我们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是用的这个syncdb 对吧 syncdb 因为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管理员账号 那如果说以后你的这个module进行更改之后 对吧 你比如说你在做项目的过程当中 发现某一个字段少了 或者是 要删掉一个字段 那你可以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加一个 假设叫index 对吧 后面的信息我都不变 不变的话 那我这个时候再去migration 注意一下 你每次有改变 你的module有改变的时候 你都要先migration一下 然后migration之后 你会发现了 他把我的这个字段也加到了对应的脚本里面 对不对 好 加到了对应的脚本里面了 但是还没有同步到数据库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用什么syncdb 因为syncdb的话 他会默认再让你去创建管理员的账号 那就没有必要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migrator的这个命令 对吧 用migrator的这个命令去执行 OK 好 我直接让他执行 好 执行好了之后 你会发现 好 我们刚才在这个分类的表里面 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这个字段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又删掉 删掉的这个步骤也是一样的 你要先migration 好 然后再migrate一下 那你会发现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那我这个地方 如果说再去打开那个数据库 你会发现那个字段就不在了 OK 好 这个的话呢 我就不再去给大家打开做一个演示了 那这一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的话 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重点的话 大家要了解 我们的这个间隔的这个用户模型 对吧 是怎么进行使用的 然后怎么去进行一个管理 通过migrations和syncdb和migrator 怎么去管理我们的一个开发数据库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内容 大家下来之后 也去把这个相关的module 对吧 按照你们自己设计的那个模型图 加上去 然后生成对应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些文件 同步到数据库 好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